好大家好我們今天來介紹那個日月同工 日月同工在十二公里我們該怎麼解釋它 太陽跟太陰會在醜位這兩個位置同工 當它在醜的時候呢位是空工 在位的時候呢醜是空工 正常的情況之下呢 它可以把這個心接過去 然後如果碰到四煞或蒼曲 它就心不能接過去 那蒼曲會在這兩個位置 剛好文昌和蒼曲同工 日月呢它就是太陽跟太陰同時在一起 同時有月亮跟太陽這樣子 所以這個組合啊 很特別的就是啊 當它放在命功或遷移功的時候呢 因為同時間有機會 文昌跟文曲的同工 那你知道嗎 太陽跟太陰 文昌跟文曲 這四顆星都會化劑 運氣只要來了 好運到了 它就會同時間 四個花劑都出現 你可能那個升年到大限到流年到流月 同時四個劑會出現 所以它有一點小風險 更不要講 它如果日月再搬過去的話 有六顆劑在上面 所以呢 這個組合啊 是整個斗數盤裡面啊 相當高機率的啊 它比較容易呢 會有情緒跟精神上的問題 因為你要想有一個人呢 他同時具備太陽跟太陰的特質 他一下子像太陽 一下子像太陰 所以基本上啊 這個組合呢 在命功跟遷移功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覺得說這個人啊 他可能跟你講的是一個樣子 然後他心裡想的是另外一個 當然啊 大家都是這樣嘛 對不對 那只是說他們會更明顯一點而已 譬如說 吳曲跟貪狼同工的那一組人 吳曲跟貪狼同工的那一組人呢 也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都跟我是空工 那他也可以寄過去 可是吳曲跟貪狼呢 他比較是 一個是比較強硬的 一個是貪狼呢 是比較懂人際關係的 所以它兩個會是比較融合的狀況 可是太陽跟太陽呢 會剛好是兩種不同的狀況 所以就會讓你感覺上 會有更大的行為落差 更大的覺得說 他說一套做一套 這個樣子 那你要注意到 如果說他是 牽移工在這邊 然後命工是空工 所以他太陽在這邊是望位 太陽在這邊望位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說 他對你啊 講的一些事情呢 都很陽光 然後熱情 然後什麼事情都可以答應你 而且呢 很懂得照顧你 但是他太陽一搬過來之後啊 變成弱線位 這個人的太陽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呢 他雖然什麼事情都答應你 然後什麼事情也都好像陽光 然後對人的痛感 他回到家之後 他的內心會想很久 啊我今天這樣做對嗎 我幹嘛要答應人家 我這樣子好嗎 他有很多深思熟慮的事情 他就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更不要講說他如果這邊出現陀螺星 他就更糾結 然後如果這邊出現晴陽星 就會把太陽跟太陽 切得更開 他腦海中會不斷的有 那個黑天使跟白天使 他自己會去掙扎 那這也是為什麼做他加了長曲之後呢 他就容易情緒跟精神上面呢 會有一些 他自己都覺得很混亂 那這個是日月啊 為什麼有些書會告訴你說 當日月同工的人呢 很容易會有雙七命 很容易會娶兩個老婆 很容易會有外遇 這其實也不能這樣講 你知道嗎 其實每個男人都希望他有雙七命 只是他們比較容易 就往這個方向發展而已 因為他自己都有兩個層面的自我 那當然一個感情對象 就沒辦法滿足他 他就需要找另外一個感情對象 是因為個性去決定了這個事情 那有的時候他跟你講的事情呢 他可能他自己也沒辦法認通 可是在那個當下 他因為他是太陽跟太陽 他不管是太陽萬位 太陽萬位他要當一個很man的人 或太陽萬位他要當一個照顧人家的人 那不管是哪一個 他都希望他把事情做好 可是卻是一個做法跟內心很顛倒的狀況 那這個是日月在命工很容易產生的情況 也就是為什麼加上了唱曲之後 這一類的人很容易在精神跟自己的情緒上面 因為他自己都會對自己的精神成績會撕裂 所以他自己的實現是很痛苦 那在這樣的個性呢 如果放在工作上面 是不是也就容易會變成是說 他工作的時候 會覺得我現在做這個工作好像不如我滿意 那不然我晚上再來檢查一個好了 所以我們常看到現在講說太陽跟太陽就是白天一個晚上一個 所以他有可能會有希望有兩份的工作 他工作會比較不容易專心一致 同樣的如果他是在夫妻公 當然也就很容易在情感上面表面上看起來的一個想法跟內心的一個想法 自然也就會容易在情感上面很容易就白天一個晚上一個 即二宮的話要注意太陽跟太陰都代表了眼睛 所以在即二宮的話要去注意自己到年紀大之後 就容易有青光眼、老花眼、白內障 要小心一點 如果是在財博宮呢 財博宮代表他的理財的態度 代表他對錢財的期待 當然他就會希望說他可以有多一點的收入 譬如說他不要只有靠算命來賺錢 他可能還要靠開Uber去賺錢 對不對 還有在福德宮呢 剛剛我們就講了 他是一個精神跟情緒上面容易自我撕裂的一個祝賀 福德宮代表他的精神 所以剛剛說的那一種在精神層面上 他容易有精神跟情緒上面的心理上面的一些狀況跟問題 在福德宮上面當然也會很明顯 福德宮代表來財的方式 他也一樣會希望有另外一個財務的收入 那晚年比較需要注意說 華人命理學的觀念都是這樣子 晚年你最好就躺在那邊 能吃能喝然後快樂等死就好了 大家在能吃能喝快樂等死 然後你在那邊想東想西 那當然是不是也是比較不快樂 再來如果是在田宅公 他就會希望說他居住的那個環境 最好可以有兩個 然後可以不同的居住環境 然後來調適他的心情 如果是在子女公呢 什麼我們說性生活會要換兩種不同的知識嗎 你的知識如果只有兩種 那就很可憐你知道嗎 應該是說他希望可以有不同的對象 或者是有不同的方向 而且落差都很大 那如果是在樸宜公 他這種人通常還是他的朋友圈 會有極端的兩種不同的型態 或是極端的不一樣的族群 兄弟公是爸爸的夫妻公對不對 在兄弟公要擔心他爸爸可能一個老婆不夠 他可能會有第二個媽之類的 OK總之其實日月這個組合最大的痛苦點是 他會有兩個字記 所以他在對應到我們自己的12公的時候 都會有我們在那12公相對應的事情上面 我們不容易去滿足 然後會希望要有另外一個發展 容易在各公位裡面 產生那一種我到底要A好還是要B好的 這種情緒上的差異性的問題 那如果可以把自己調適得很好的時候 往正向的方向向就是 他可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調適得不好的時候就會變成是 讓人家覺得他心口不一 總之這個就是日月同工 如果有網友是日月同工的 那真是辛苦你了 你要好好加油 不要想那麼多 謝謝大家